哈嘍大家 我是張老師 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 談一談屬羊的 屬羊的你在農曆 農曆五月份的運勢 要注意屬羊的 每次看到這隻羊 多講一點 因為老天無口 借老師之口 屬羊的齁 在一年當中要注意 屬羊齁你在整個 格局當中 多講一點 因為沒有辦法 屬羊是這樣子 今年是2023 簡稱23 屬羊你在農曆五月份 農曆五月份 你走的格局比較特殊 相當特殊 為什麼特殊會跟你講 如果你是做那種 設計研發 他趨勢創意的收入會相當好 那這個格局當中 威婉再跟你講 屬羊的注意聽喔 你在農曆 農曆來講的話 3月6月9月12月不會太差 農曆的4月5月 理論上來講不會太差 屬羊的男生女生都一樣 如果你有重大的事情要做 農曆的上個月嘛 4月嘛 3 4 5 6都不錯 集中在這3個月來做 那屬羊的男生女生要注意 如果你現在做的行業 剛好是電子業的設計研發趨勢創意最好 土地買賣也不錯啦 當然 從行而下來講 我剛講是行而上 行而下來講的話 當然今年2023 是經濟衰退10年的第一年 各位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明年 聽好 端午節快到了 明年的端午節只會比今年更加殘酷喔 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2008年開始 那個雷曼兄弟 這個金融風暴過了之後 聽好 2022年下半已經形成第二個 經濟風暴 你看那個美國銀行倒了3家 第一共和四股銀行有沒有 你看看那個銀行那麼大都要倒 再過來各位注意看看 台灣最近的社會新聞 5月份 爆了很多金融風暴有沒有 什麼澳峰銀行啦 IMB有沒有 那個澳峰金融公司你查查看 那個以前口碑都相當好 各位可能不曉得雷曼兄弟風暴 跟各位講一下 雷曼兄弟以前在美國啊 那個口碑多好 像我們現在住在台灣對不對 你聽到那個國泰金控 對不對 照風營都會比這樣 你怎麼相信會出什麼問題 那個雷曼兄弟 你在美國只要有錢 不去買才怪 居然給他弄垮 次貸風暴 有沒有那個第二次借貸風暴 你看那個 包括現在的澳風一樣 他過去的表現 不是很差耶 所以你只要有錢 有閒 有人脈 一般而言 都會跳進去啊 所以有時候非戰之罪你知道嗎 匹夫無罪 怎麼有罪 因為千算萬算 在經濟學來講 最怕一個什麼 灰天鵝 灰犀牛 不是黑 黑天鵝這種黑的 黑犀牛我們不怕 就怕灰的 因為他在這種利息的負的過程當中 戶不出來了 停止出金 再過來停止出席 那不是等於要倒閉嗎 所以屬陽的 你們要稍微注意這個點 齁 如果一些行業是這樣 老師現在能夠提供給你的 是行額上的 哎呀你這幾年硬很好很好 你要注意啊 行額上的很好 行額下的不好啊 2023經濟衰退 十年康開始的第一年 當然 很多經濟學要在開會 所以我估計23到27 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不用23年到32年 但是要注意啦 因為如果你要在5年之內 把這個經濟給他控制 可能要力道大一點 大一點的話 可能會造成衝擊 各位要有心理準備 那是這樣子啦 屬陽你今年走的是七煞 七煞是這樣子 那因為今年這一個年 你走的是七煞 可是月份來講 我已經跟你講了 三四五六九跟十二都還不錯 所以你們也不用太擔心啦 屬陽的今這個月的舒適程度 53% 53%喔 這個%相當好 一天好一天差 先來跟你講講你的六極日 你的六極日在18 六月份 六月18 六月27 六月30 那七月份有三天 七月五號 七月九號 七月十七號 現在講講六兄 六兄 六兄日 六月25 六月26 七月份有四天 七月一號 十一號 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四人 一等於去看 我到哪里我都喜欢布水症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那个石症来讲 土症来讲没什么好布 布了以后就成形 这是风水 那骑门顿甲各位要注意听 骑门顿甲是四个歌目 骑是三骑门是八门 顿是隐藏 甲是力量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统规骑门顿甲 它是四个科目 再过来什么叫门 深门开门死门 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帮各位把这个深门开门 虚门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讲的文昌位 财位 桃花位 弄得好一点 对你将来的生迁 事业 桃花 金钱 财库 婚姻 还有健康 有很关键的影响力 所以一马归一马 那今天是鼠羊的 你五月份的印试 现在先天命讲完 现在要来讲讲后天命 鼠羊的你要注意 我已经给你点了很久了 你的吉祥颜色是红色 还有黄色 可以的话女生 因为你今年女生走的是七煞 比较有桃花 那这个桃花当中 今年的桃花 你先注意 这个桃花是嫩桃花 新鲜的桃花 小桃花 那当然未成年不可以 来 未成年不可以先讲 你不要会错语 也就是说以你的年纪为基础 老的不要 跟你一样的年纪 那就看你自己的修行 一般来讲这个桃花 今年来的 会比你年轻 好的话 会比你小十岁到十二岁 要注意这个点 好来 开始抽抽签 现在属羊的男生 要知道农历五月份的运势 现在遗而未明 甲耳泰势有偿 急稀告我 凶言其哉 急出急挂 凶出凶挂 不高兴不要出挂 来来 男生属羊的五月份的运势 来 这一只 哎呀 这一只什么啊 看一下 来呀 哎呀 这一只 火天大有 听好属羊的男生 恭喜你 什么叫火天大有 大有在手 天下我有 这一只英文的名字叫Protection 握有掌握 所以在跟你讲 如果你在经商很好 如果你不是经商 也在跟你讲 农历五月份会过得很平顺 为什么老师有时候都鼓励大家去创业精精商 各位想想看 不是成功的成功 不是失败的失败 现在很多人 表面上安分守己 找一个工作 战战兢兢 克勤克检 树叶匪泄好好做 不是失败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失败的失败 是会导出失败 那这个挂在跟你讲什么 为什么叫做不是成功的成功 你看有的人 都有在看老师的视频 不断的增加自己 被人家利用应用使用的价值 很多人就会笑他 那你学那么多要干什么 还不是一样在做工 还不是一样在上班 对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看起来人家都很安定 你不安定 不是成功啊 可是你知道吗 不是成功的成功啊 各位要注意看啊 这是哲学的问题 不是成功的成功 你看 再讲一遍 不是佛法的佛法 什么叫佛法 一直跟人家讲佛法谁要听 如果你讲的是 生活平常的小故事 生活的体验 生活的经验 不是佛法 但是它是佛法哦 不是佛法的佛法 不是成功的成功 不是失败的失败 现在人都停在这一个点 不是失败的失败 你看你的印这么好大有 你在公司上班 结果咧 这个印怎么办 老板拿走 所以台湾很多优秀的人 在公家机关真的很浪费 这些人如果拿来经商 我跟你讲啦 那老早赚的盆满钵满 对不对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因为要有南威之龙 乃可论其俗愿 要有龙前之力 乃可欲其断割 人不是这样子吗 现在不是啊 每个人 每个人都觉得 人人自卫握灵蛇之株 家家自卫抱金山之欲 讲个白话文 家有必走 想之千金嘛 只要安定要安定 那易经就跟你讲 这个宇宙之间都是变 你们每天都要安定 所以要注意啊 这是大有怪跟你讲 如果你在经商创业100分 为什么鼓励你经商创业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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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诺一 失败 怎么办 再回去上班啊 你有什么好怕 现在人不是 有没有 我常讲 不是失败的失败 那有的人比较聪明 不断的锻炼自己 不是成功的 已经成功了 那张老师比较喜欢讲 不是佛法的 佛法 有时候是哲学问题 概念问题 男生不错 大有 大大的我有 来 讲讲女生 来 女生要注意 女生 属羊的女生 羊妹妹 要知道农历五月份的运势 来 看这里来 现在老天无手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借老师之口 我今天已经讲了很多属羊的 对你还不错 羊来 注意看 来这一只 哎呀 这一只什么啊 看一看 这个要呛一下 哎呀 这一只 山地波 听好 山地波看起来波 波就是我们波龙眼的波 已经开始啊 山压在地上 已经有一点土石流 胸 女生要注意看这里哦 胸的过程当中 带来疾 你看 阴瑶那么多 一只羊瑶 他一晚在跟你讲什么 桃花会有斩获 看起来不好 有没有 你看 这个门已经开到这里了 花尽不沉 颜客少 蓬蒙 君使 未君开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那个 等那个moment 哈哈 未有moment 有没有 just a moment 都是讲那个moment 你看 水到渠成 外面看起来是凶 里面是急 易经的奥妙在这里 你要去亏他阴阳的变化 如果说 从他的字面解释就懂 那你未免太低估易经了 易经 他讲的是素 理跟像 当然我们是利用他的 和图洛书 再做一种推理 再过来他跟你讲现象 这个山压在地 玻璃的土石流 那掉丝都一直掉掉掉掉掉掉 他不会一直掉啊 水流不藏满嘛 活猛不久然 日出续于末 夜满还乎亏嘛 尊隆豪贵者 无常复过世 再跟你讲这个 不会太长久 所以你只要耐心等待 等待这个石头绕光了之后 这个山就非常坚硬 这个土地 已经可以承受这种土石流 不是跟你讲嘛 倒吃甘蔗 你身体不要放弃哦 他在跟你讲 无论你在感情上 事业上 健康上 投资上 都会碰到一点挫折 凶 凶兆 凶兆 但是 到最后他会转为疾哦 所以这一次挂在讲 击中带击 凶中带击哦 相当好 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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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遍 不要放弃哦 秋吉尔在 秋吉尔 英国首相秋吉尔 在二战当中的名言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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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 那个秋吉尔讲的很有道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 开启小叮当啦 因此上来讲 各位来这里有一个好处 没有学到知识 也可以学到常识 不然听听笑话也不错 那祝各位 端午节快乐 OK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